你像我能做个水蒸蛋 端上桌子 小朋友都抢到尺 做一份水蒸蛋 一般三个鸡蛋就够了 先给它加点盐 一定要把鸡蛋给它浇散 再加入40度左右的温水 耳鼻的鼻里 把它浇散 这一步很关键 想要蒸出来的鸡蛋好看 我们把泡泡给它过滤掉 我们扣上一个盘子来蒸 这样汽水不会进去 盖上盖子 用小火蒸10分钟 再关火闷个5分钟就可以了 蒸好的鸡蛋 标面光滑 没得蜂窝样 像豆腐了一样嫩化 再来把煮好的鱼面 给它摆个着醒 这样家里面的小朋友 它更爱吃 营养搭配起来更丰富 最后我们再放上一些 超好的炸酱勺子 饰香味菊犬 大人小孩都喜欢吃的一道水蒸蛋 既营养又美味 喜欢的朋友 可以收藏起来也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